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林斌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芷山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圣经好听》这个《茶经》节目 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 一起研读神的话语 希望这个《茶经》节目 不单只提高弟兄姊妹对读《圣经》的兴趣 更加值得这个机会好好地明白神的教导 和了解神的心意 我们继续查《旧约圣经》小先知书的撒加利亚书 今次是第三课的第三集 神总共给了撒加利亚先知看到八个异象 而我们就在查其中的第五个异象 在这个异象里出现的有金灯台 上面有七盏灯和两棵橄榄树 天使也指出这两个异象的意思 是神要透过所罗巴伯 负责带领犹太人去完成重建圣殿的工程 金灯台上面有七盏灯 代表神的七眼 表示神的眼目会看着整个世界 至于金灯台旁边的两棵橄榄树 除了提供油给七盏灯以外 它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呢? 一起看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 最后一段的经文 撒加利亚书四章十一至十四节 我又问天使说 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 我二次问他说 这两根橄榄树 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 他对我说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 主啊我不知道 他说 这是两个受高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这一段说话 使我们对异象里面的金灯台 又多了一重认识 原来他的两边各有一个金嘴 可以将橄榄油由一棵树那里 直接送到金灯台 天使说 两棵橄榄树仪表两个受高者 那他们又是谁呢? 可以由近和远两方面去了解 近的 这两个受高者是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若书 他们好像旧约时代的君王和祭司 都是经过高纳 而神的能力是不停地供应给他们 使得他们有能力带领老百姓重建圣殿 也都重建子民的灵命 那由远的角度又怎样解释呢? 远的就是他预表 习君王和祭司于一身的耶稣基督 他是一切能力的来源 第四个异象提到大祭司若书雅 而这个异象就是针对省长所罗巴伯 他们都是当时的领袖 神似乎对他们有特别的教导和鼓励 如果这两位领袖代表全部神的子民 那即是表示神安慰所有被老归回的老百姓 神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原本是不配 不过神亲自拯救他们、赦免他们 使他们可以成为见证神恩典的人 神拯救和赦免的恩典实在是非常丰富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承受这份这么宝贵的恩典 好,我们继续查撒加利亚先知看见的第六个异象 只有四节的经文 是撒加利亚书五章的一节到四节 我们先看头两节经文 撒加利亚书五章一和二节 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非行的书卷 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非行的书卷 长二十爪,宽十爪 在异象里头出现的是一本会飞的书卷 它有二十爪长,大约是三十英尺 有十爪阔,即是大概十五英尺 咦?为什么一本书会这么大? 你卷书之所以这么大 相信是要给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楚 这样,它里面的字就一定要很大 至于卷书的内容 一起看第三和第四节 撒加利亚书五章三和四节 他对我说,这事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就座 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华除灭 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华除灭 万君之夜和华说 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 和指我明起假誓人的家 必尚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 这份会飞的书卷有两面 都是写了就座的话 一边是就座犯偷窃罪的人 而另一边就是就座起假誓的人 这卷书会飞进这两种人的家 将他们连同一间屋都一起毁灭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两种罪呢? 偷窃和发假誓可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罪 有圣经学者甚至认为 这些人偷的可能是用来重建圣殿的材料 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就会将他们偷回来的建筑材料一起毁灭 那我想知道发假誓又会怎样呢? 至于发假誓,相信和法庭作证有关 在庭上发假誓有机会影响法官做错误的判断 严重的,还可能会累死人 所以应该受到神的惩罚 这份书卷会飞 究竟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呢? 它代表神的律法书 就好像那块写了十届的法版一样 两边都有字 凡偷窃和发假誓的人 就代表一切违反神律法的人 他们都会受到惩罚 处罚的程度是全地毁灭 包括人和物件,很严重 神用这个义仗提醒回归的子民 在重建圣殿的同时 要清除罪恶,重建子民的道德 这个对我们同样是重要的提醒 整卷圣经都记住了神的话语 要我们去遵守 如果我们违反的话 神就会审判我们和处罚我们 接下来是先知体见的第七个异象 不过我们会停在这里 等到下一集 先和大家继续查下去吧 好,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查经 弟兄姊妹,再见 祝你 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